I see pretty bird I see pretty bird 哈喽大家好 我是鹦鹉妈妈Susan 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 关于一日一餐饮食法的六个问题 一一天吃一餐健康吗 当你吃健康脂肪有机蔬菜草丝肉类全脂乳制品 和牧场放养的有机鸡蛋等营养丰富的食物时 一日一餐是健康的 但是经常锻炼的运动员不太适合一天一餐饮食法 会有营养缺乏和过度减肥的风险 哦一天吃一餐安全吗 是的当营养丰富的膳食与补充剂搭配食用时 一天吃一餐是安全的 但是一天吃一餐是一种极端的间歇性断食方法 并不适合所有人 建议在开始一天一餐之前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以尽量减少不良健康影响的风险 三一天一餐饮食法一个月可以减掉多少体重 平均来说一天一餐的节食者每个月减重4到8磅 一些人每月减重减轻超过8磅 四一天吃一餐会导致营养缺乏吗 是的一天吃一餐会导致营养缺乏 从而导致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烦躁皮肤问题和头发稀疏 但是通过食用营养丰富的天然食品和服用高质量的膳食补充剂 可以避免营养缺乏 五做一天一餐饮食的时候什么时候吃东西最好 虽然你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进餐 但是在下午晚先时候或者傍晚时分通常是一天一餐的最佳时间 晚餐的时间比较符合社会规范 你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享用晚餐 六哪些人不应该进行一天一餐饮食法 经常锻炼或有饮食失调时的人不应该一天只吃一餐 另外怀孕和哺乳期是热量需求增加的时期 不建议怀孕或哺乳期的母亲一天吃一餐 或者进行任何其他间歇性断食计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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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